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月24號 星期二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近來北約的焦點議題一直圍繞著俄乌戰爭 然而近日北約公布消息表示 北約秘書長即將出訪東亞 這顯示北約對近期由中共引發的印太局勢不斷升溫 將採取重要舉措 與此同時 海外媒體還披露 中共的一帶一路已經被歐洲鎖死 德國政府即將發布新的中國戰略 與中共的商業關係將進一步降溫 綜合媒體的報導 23日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發布消息表示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將於29日至2月1日 先後出訪韓國和日本 將與韓國外交部長以及國防部長會面 在東京將會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同時 日本政府23日也宣布了斯托爾.騰貝格的訪日行程 雙方將就應對俄乌衝突強化合作 日本官房副長官穆元成二在23日的記者會上強調 北約是共享基本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的夥伴 期待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以及維持基於法治的國際秩序而加強合作 對此 日本獨賣新聞指出 斯托爾.騰貝格此行有意強化關於印度太平洋安全保障的合作 預料他與岸田將會談及台海情勢 尤其是應對北約和日本政府都定調為戰略性挑戰的中共政府 除此之外 另據日本媒體的消息 中共一帶一路的歐洲大門或被上鎖 有消息披露 近日中企已經吐出了德國港口的所有股權 德國對中共政府的政策出現大轉彎的跡象 據悉 中共國有企業中原海運控股在去年6月悄悄歸還了1億歐元 這是杜伊斯堡港口碼頭項目30%的股份 不僅如此 去年11月 杜伊斯堡以中俄一家親為由 直接停止了該市與華為所簽訂的智慧城市項目 另外 智庫莫卡托中國研究所學者海麥迪還披露 近期德國政府即將發布新的中國戰略 中德整體政治局勢可能會惡化 同時與中共政府的商業關係也將進一步降溫 此外 臺灣財經趨勢專家謝金河在最近出版的新書《變調的中國夢》中指出 習近平因為意圖稱霸全球與戰狼外交而與世界為敵 並且在美中貿易戰和新冠疫情的催化下 讓中國夢走向幻滅 他表示 未來世界的芯片產業將壁壘分明 尤其再跟安全有關的敏感產業更是如此 只要是中國生產的 大家都不敢用 但大家可以放心地把訂單交給臺灣 而不用怕被動手腳 臺灣的信賴產業值得期待 另有觀察人士評論表示 今年上半年 會有兩件事讓習近平既如梗在喉 又束手無策 一是美國國會議長麥卡錫訪問臺灣 二是臺灣總統蔡英文訪問美國 從此臺灣再也不會琵琶半遮面 將正式走向前臺 美國也不會再怕與中共斷交 中國的新冠疫情導致的患者離世潮持續蔓延 新年一史傳來多位名人或他們家屬的副告 1月24日 中國知名電影明星胡冰為母親發副告 稱其母親因病去世 葬禮將擇日另行舉行 1月23日 中國知名導演傅寧在北京離世 終年55歲 傅寧生前拍攝過《胡同》等多部反映中共主旋律的影視劇作品 在中共央視黃金時段播放 21日 中國著名演員趙爾康在北京離世 終年82歲 趙爾康曾主演《歸心四劍》等中共主旋律電影 在軍隊文工團 北京電影製片廠等單位任職 享受中共國務院專家津貼 去年11月15日 習近平夫人彭麗媛的音樂老師 知名聲樂教育家金鐵林在北京去世 終年83歲 他指導的為人所知的歌手 還有李古一 宋祖英 顏維文 戴玉強等人 去年12月7日 中共突然躺平 沒有任何準備的放棄疫情管理之後 導致中國疫情大爆發 引發了大規模的死亡潮 隨後中共又放棄了每天的疫情通報 1月14日 中共公布去年12月解封以來 死於新冠的人數不到6萬人 雖然比先前公布的37人暴增了1600倍 但仍然遭到外界的質疑 在21日 中共又公布了13日至19日 中國在院死亡病例12658例 但外界仍然不相信這個數字 美國聖湯馬斯大學國際研究和現代語言主任葉耀元教授告訴美國之音表示 中共不講實話 掩蓋真相是一種常態 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一直存在的模式 就是習慣性撒謊 他並不希望人民知道真實的錯誤 他也不希望人民透過了解共產黨的問題 然後去責備或進一步把他們的怒火發到共產黨或黨中央身上 著名法學家袁洪斌告訴新唐人表示 他通過內部渠道瞭解到 在過去一個月 中國因為疫情原因死了380萬人 他說 不是說這兩個多月死亡了380萬人 是說這兩個月因為染疫死了380萬 真的很可怕 從來沒有過的數字 大饑荒那是兩年半吧 總共餓死了4000萬 那也不會是一個月就死380萬啊 而趙紫陽前幕僚爆童之女報檢 1月18日在推特發文表示 中共老幹部大量死亡 名字在八寶山公墓上牆要排隊一到兩年 1月15日 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告訴大紀元表示 3年多來 中共一直在掩蓋疫情 中國的疫情已經死了4億人 這波疫情結束的時候 中國會死5億人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表示 真實數據被揭露出來 讓中共內部以及整個社會都炸了鍋 但是中共當局沒有像以往一樣 馬上來闢謠 馬上來駁斥你 他們現在是嚇得手足無措 這麼機密的事情都被海外捅出來了 他們自己根本沒有信心去繼續掩蓋這個事情 但是他為了這個政權的苟延殘喘 他們還在不斷地編謊言 香港著名實業家袁弓夷在接受新田面對面採訪時表示 我認識的法輪功弟子都沒有說假話或居心不良的 法輪功李師傅選擇在這個時候公布真相 就是要揭穿中共的謊言和欺騙 希望中國人覺醒 是消滅中共的第一炮 有四川網友表示 返鄉過節時發現 沿路家家戶戶都在辦喪事 然而中共央視的春晚依然鑼骨喧天的登場了 有人說 全國燒死人的火葬場在擁擠不堪 排不上對焚屍的時候 大江南北正籠罩在一片悲傷與哀嚎裡 中共的春晚依然隆重舉行 再次秀出它們無底線 以及對民眾生死的冷漠無情 對此有網友做了一副對聯 棺材板上半春晚 屍骨堆裡慶新年 橫批是喪事喜辦 22日 澤連斯基誓言將打擊貪腐官員之後 烏克蘭隨即掀起了一場反貪腐運動 24日 共有一名高級顧問 四名副部長 以及五名地方官員下臺 這是澤連斯基誓言打擊後的第一波人士該組 在澤連斯基宣布打擊反腐當天 就傳出了有一名部長及官員下臺 基礎設施部後來承認 這個人就是該部的副部長洛茲.恩斯基 罪名是處理發電機進口事宜時收受了40萬美元的回扣 在這一波下臺的官員當中 最顯眼的莫過於 總統辦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與沙波瓦洛夫 提摩申科24日率先在Telegram上宣布 只見他露出柔腆的笑容 手拿辭職信 上面寫道 感謝總統澤連斯基時刻的信任 給予我機會做對的事情 感謝軍事管理部門 我們共同打造最強大的團隊 真的很酷 你們才是真正的光之戰士 還向各級地方首長 士兵 人民致敬 最後不忘感謝他的妻子和兒子 無條件的包容和理解 不過貼文沒有提到具體請辭的原因 33歲的提摩申科過去曾參與澤連斯基的競選團隊 自2019年開始擔任總統辦公室副主任 負責監督全國各地區政策執行 去年2月 因為開高檔的名車捲入醜聞 本人事後否認了一切不當行為 而沙波瓦洛夫則涉及了一樁烏克蘭軍方採購食品的醜聞 在俄烏戰爭即將滿一週年之際 基輔未來恐怕發生更多的人事異動 由於政治角力攸關烏克蘭的存亡 很大程度凍結了國內政治 根據英國《衛報》24日的報導 專家預測認為 歐洲可能會在2030年之前 結束對中國電動汽車電池的依賴 可再生能源 運動組織 運輸與環境的一份報告表示 歐盟有望在2027年之前 生產出足夠的锂禮子電池 以滿足需求並切斷中國供應鏈 研究預測 歐洲在電池 金屬晶鏈和加工方面 對中國的依賴也可能大幅下降 預計到2030年 歐洲超過50%的晶鏈禮需求 將來自歐洲本土項目 在今年1月 瑞典發現了歐洲近年來勘探到的最大稀土礦 行業認為 這有助於歐盟推動自主產業鏈 現在歐洲沒有里經鏈廠 但德國和法國正在進行的鏈油廠項目 預計會快速推動 並且確保符合高環境標準 英國已經禁止在2030年之後 銷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車 而歐盟則承諾 從2035年起逐步淘汰內燃機汽車 在這種情況下 國會議員擔心 英國的電動汽車供應鏈過度依賴中共 運輸與環境組織在報告中表示 美歐與亞洲都在採取行動 推動電動汽車行業的發展 該機構呼籲 對於英國來說 針對電動汽車電池與能源的投資也應該顯著增加 觀眾朋友 觀察人士分析預測 在今年上半年 會有兩件事讓習近平束手無策 一是美國國會議長麥卡錫訪問臺灣 二是臺灣總統蔡英文訪問美國 從此臺灣再也不會琵琶半遮面 將會正式地走向前臺 美國也不再會怕與中共斷交 您對此怎麼看呢?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想支持希望之聲的節目 就請幫助我們點讚 訂閱 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